我就可以 我就典型大腸癌的风险族群 第一个男性 第二个胖 第三个喜欢吃肉 这几个就是 还有一个是家族史 其实像一般在做的时候 如果家族一等亲 都会被抓过来做检查 那像你妈妈如果当时得了 大概她的下面的女儿 儿子女儿那一代 全部都被抓来做 建议来做检查 那一开始叫你全部做进检 他们可能会害怕 但是起码大便前学要先做 可是像孕芬这种 比较顽固的人 他就是说 即使他在比如说某些部分 他是高风险 可是他因为害怕 面对那个可能的后果 所以他不愿意去做 我觉得国家在做一个事情 这个要称赞一下 我们台湾的卫生政策 某些是真的很不错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年 有在推所谓的 肆癌腮检 包含最常见 也最容易检查到的癌 像 这都是比较容易检查出来 所以现在有点强迫 我们医疗团体在检查 比如说孕芬可能今天 应该不会来产检了 不管怎样 反正你就是到 产科来检查 或到某一科去检查 你的电脑里面就会跑出来 像孕芬这几年 两年应该做一次乳房摄影 没错 你这45岁以上 应该要做大肠姐姐 你知道乳房摄影有多痛吗 可是就像陈医师说 这是必要之恶 我觉得有很多的检检 真的很不人性 帮你压你 真的眼泪就这样流出来 他还说好了 但是孕芬你不要转移话题 因为刚才陈医师 陈医师就要讲到你的关键部分了 就是说 医生在门诊的时候 如果发现某些妇女 她有这些状况的时候 她应该强烈建议 夏小姐 您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次 乳房的摄影了 就应该去跟她讲 现在是国家政策才推 所以她以后可能到 每一家医院去 要强制吗 不敢强制 但是你会发现 你到每一家医院都会被问 你怎么没做 你怎么没做 久而久之 她就不好意思不做 对 会吗 你会久而久之 不好意思就不做吗 应该会吧 被你们这样抨击 不是 因为我觉得健康 真的是自己要负责任 但是刚才孕芬 你有没有听出来一个 刚才陈医师说 女性的癌症第一名 我听得有点吓掉 居然是肺癌 可是男生吸烟的比较多 我们吸抽油烟机 肺癌这个就很尴尬 对不对 所以肺癌为什么这几年 变成女性的第一名 以前的观念 你都觉得是跟抽烟有关系 我们的确抽烟风险值 是大幅增加 可是她刚刚提到二手烟 还有抽烟机的油烟 那现在前阵子 台湾也检查出来 某些基因 它比较 如果受到油烟的攻击 你的修复能力比较差 比较容易变成癌症 其实在任何器官 受到一些攻击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原因 你会发现有人抽烟 抽67年没事 有人只是二手烟吸个两年 他就中奖 所以这个就很难说 个人还是有体质差异 科学会进步 刚刚讲到大肠镜 大家很害怕做 毕竟那个地方 没事不会统一根东西进去 可是现在在四五年前 就用电脑断层 开发出来一种叫做 模拟大肠镜 虚拟大肠镜 它怎么做呢 你还是要灌一点气 然后它就用电脑断层 啪啪啪啪 少了几千张 再立体重组 这个其实 我们觉得那个未来 会是一个趋势 因为在电脑重组之后 其实我们就像这样子 看大肠镜 有时候也不容易看得很清楚 你知道肠子 它是有很多皱褶的 可是像电脑储存之后 它可以拉平 拉平以后后面都看得到 所以这个四年前 有电脑断层工事 已经研发出来 目前还没有大量商业 是因为还蛮贵的 蛮贵的 所以大家还比较少听到 因为那个画像术要很细 要切得很细 不过我觉得真的 现在人类算是有福气了 因为就是在 这个医疗科学方面 科技方面 确实是每年都在 大幅的这个进展当中 那继续的 我们再来分享 另外一位现场的观众朋友 他带来他个人的 见解的经验 我们来欢迎樱桃 OK 好 这个樱桃呢 51岁 那么他 做了一个全身的见解 而且呢 这个樱桃呢 他说啊 他每一年固定都要见解 但是他内诊很害怕 发现了肌瘤 但是他不想开刀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公司 一定让我们员工 每一个人都去见解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 见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说 我们其实 我们员工很多 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人中标 那中标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会很害怕 对 然后其实我在公司见解的时候 我有发现我有脂肪肝 那个时候我也很害怕 可是这几年 可能是年纪增长 那我自己去做见诊的时候 我就发现脂肪肌瘤 所以我就会每年 你发现你有脂肪肌瘤 对,这几年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我知道我的讯息以后 其实我会去改变我的生活习惯 然后我觉得说改变以后 我除了就是自己改变饮食习惯 我其实现在最近这几年 有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我运动 我运动 我觉得说可能就是身体也有需要 他告诉我 然后我运动 所以我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脂肪肝就是完全都... 就不见了 OK了 所以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那个 是不是陈医师 有很多人检查出来 有轻微的脂肪肝 好像人数还蛮多的 可是透过运动 或者是改善这个饮食习惯 会让它不见吗 肝其实储藏肝糖 跟某些脂肪的... 为什么叫脂肪肝 通常你体内的脂肪比例 比较高的时候就会 脂肪肝有时候不是 跟身材比例有关而已 我们胖的人也许本来就容易有 瘦的人如果他饮食习惯不好 身体的脂肪处藏成分太多的时候 其实也会有脂肪肝 所以他刚刚是最好的 因为运动才是最好的代谢的方式 对 好 那刚才当然这个樱桃有提到 你在健检的时候 你发现了子宫肌瘤 后来你的处理是什么 你医生怎么建议 医生现在目前我大概是两公分至三公分 然后因为我不是只有一颗 那他现在就是说他目前 因为我还没有进入更年期 OK 所以我现在目前就是选择 我三个月去回诊一次 三个月回诊一次 去追踪 每三个追踪一次 但是现在企图跟他和平共存 我目前还跟他相处还不错 因为我觉得这几年以来 就是常常会听到我们周边的女性朋友 说在健检的时候会发生子宫肌瘤 好像它变得很普遍 那我再请教一下 我有感触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觉得 樱桃真的做是对的 因为你还有健健 所以他可以知道 我是有一天痛晕 还好《苹果日报》没有拍到 我真的晕在路边 晕倒 然后痛到不息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大概去年 前年 前年我痛到 痛晕到路边 对 倒在街头 天啊 对 那就很痛 真的痛到快要死 然后有人就问我说 到底怎么了 我老师又不舒服说 赶快帮我送医院 就还好我们就近就送到台湾医院 后来才知道是子宫肌瘤 而且非常的严重 那一次真的很糗 然后我老公都吓死了 说人送到医院去了 所以我如果 其实我早发现我有肌瘤 我可能就不会痛在路边 对 而且那时候还真怕有媒体拍到 因为子宫肌瘤会那个量会非常的多 多到好像雪崩一样 OK 所以人家可能搞不好觉得你小惨了 或怎么样了 就好惨 就弄得很惨 那一次你最后怎么样 我后来 我后来前年 那大概1月15号 就是隔了大概半个月 我就开刀了 那陈医师大部分人就是会建议把肌瘤拿掉吗 我先从瘤的概念讲一个 以免大家会有误会 到底子宫肌瘤是什么 对 恐怖啊 我们你听到一个瘤的时候 我们先简单分类 一个叫 生理性的瘤 尤其女生常常听到我卵巢 哪里看到某个时间去看到一个水瘤 过一阵就不见了 这叫生理性的瘤 所以周期会改变 那非周期的改变的话 就不是时大时小 就一直持续存在 通常都是病态性 好 病态性我们分两大类 一个叫做良性 一个叫做恶性 大家有这个概念 就会比较心情好一点点 那良性的部分 子宫肌瘤属于良性 但我必须要讲 在统计上40岁的女性 大概40% 你只要超音波去看一看 都会找得到瘤 所以我在40岁左右 如果看到肌瘤 我的标准答案就跟 那个樱桃那个 肥医生的一样 第一个 看大小 5公分以下先观察和平工程 那10公分以上 我们通常会建议要做治疗 可能要到手术那一国